那这一期视频呢就是分享一些我最近买到的我觉得特别喜欢的高颜值 然后性价品有很高的好物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这样子一个非常简积的61键的键盘 是红轴的 然后打上去就是特别软的那种手感 我之前用过轻轴的机械键盘 轻轴就是特别清脆 然后打久了会觉得耳朵有点痛 然后用这个红轴的就完全不会觉得耳朵痛 而且声音也很舒服 就是手感打起来也特别软 我还是挺喜欢这个红轴的 然后它不是很贵的键盘 然后也不是Cherry的轴 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国产的机械键盘吧 但反正我也不玩游戏 也不需要那个外接 我就是想接在iPad 或者是接在我的那个显示器上 这样用钱会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买的是有蓝牙功能的 它真的非常便宜啊 然后颜值也挺高的 就用钱 目前用上去还行吧 也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减盘 但是如果追求游戏或者是 需要比较快速的操作建议 还是直接连那个线 它这个也是支持连线模式的 如果只是用来学习啊 打打字啊 写写文章什么的 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最近就是这个风超级大 每一个这个喜欢文具的人 可能都必入手的这个国语的一个本子啊 这是一个联名款 然后就是这个小男孩和猫猫 有三个不同的颜色 不知道这个拍出来色差可能会有一点 这个是实际颜色是偏藕粉色 就是肉粉色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米白色的 然后我买的大小是B5的 然后翻开来就是最普通的横线的这个页面 这个横线的页面我觉得非常好写 我之前也一直用这个本 这个也是国语的出的一个 就是同一个系列的大小是一样的 然后我这一本基本上都已经写完了 就是很久之前上课的时候做的笔记啊 什么的真的是写 写满了一本 而且这个纸质就是非常好 就是用来随友做课堂笔记 真的非常的nice 对这三本 然后我可能最后上课的时间也不是很多了 这个本子不一定全用来寄课堂的笔记 我可以寄一些自己的东西 还有呢就是这一个 我终于就是买了我这个心心念念的 那个马鲁曼的PUO的活液 是这个马鲁曼的PUO 然后我选的是这个青色的一个封面 它这个封面真的是超级软 拿在手里非常非常轻 这个应该是挺久之前活的了 然后我一直很重的草一直没有买 然后为了最近可能有便携性的需求吧 我就把它一直带在身边 然后写一些东西就非常的便携 然后这个是写作的 这就是随手图的一些笔记 包括看了书呀 看什么的时候看到就随手记下来 然后有时候也会一边看电影 然后一边拼贴一下 对然后看到喜欢的句子就抄上去 这个上面还没有写很多东西 应该就是零岁的时候把它记下来 反正我还是挺满意的 这个本子特别小特别轻便 然后还有这样子一个电脑包 我这个有点大 这个可能放不清 就是一个超级可爱的这种熊的图案 然后里面是这种绒绒的质感 反面是个空的 然后我是用来放电脑和iPad 就是用这样一个大的包 整个电脑都可以装进去 这个是可以把iPad装进去 绰绰有余 然后把我的笔记本电脑装进去 也是绰绰有余的 就这样放进去 它还剩下非常多的 非常大的位置 就是超级大的一个电脑包 然后我平时背来背去的时候 也会带这个电脑包 防磕碰 因为我的电脑 已经被我不小心磕出一个脚了 就是超级心痛 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电脑 要不然一不小心 这个脚一磕 那真的是心痛到不行 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修啊什么的 所以还是要好好爱护自己的电脑 尽量的使用的久一些 毕竟是比较贵重的电子产品 对吧 就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非常便宜的一个电脑包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这一个手机壳 它就是一个透黑的手机壳 我之前一直在换手机壳 因为就是觉得没有特别满意的手机壳 就是一直不停地在换 包括这种透明的 但是这一个黑色的手机壳 我真的用了非常久 因为我手机是黑色的嘛 就是它 它它套什么壳我都觉得不好看 然后套这个它是透黑的壳就非常好看 就显得整个手机超级高级 我就一直用着它就没有再换过了 而且它因为这个背后是透的嘛 就可以自己DIY一些东西进去 再放一个卡片或者是放一些贴纸啊 什么都放在里面 还有这一个杯子是玻璃的 然后一圈都是有一个这种超级可爱的小动物的图案 上面是有一个杯盖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玻璃的吸管 就可以用吸管喝水了 就还挺可爱的这么一个杯子 容量也是挺大的 还有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iPad支架 是这样子的一个 木质的支架 然后上面我贴了一些贴纸 就是还挺放那个iPad还是挺好看的 平时的话 平时的话就可以这样放着 架在这 就是它的颜值特别的高 对不起 好 好 中文字幕——YK